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随着社会风际的开放 年轻人的信爱价值观也日渐开放 生活上也不断地追求新奇以及刺激 开始过着一些父母们不知道的秘密生活 对于性生活上的追求也越来越刺激 从汽车旅馆追求信爱与开轰趴 到所谓的车镇 野镇 甚至在公厕进行性行为 这些作风大胆的行为 父母们常常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甚至是完全被蒙在鼓里 但在看刺激生活的背后 却可能衍生出一些问题 日前就爆发了台中县新社乡长 家门前广场 被车房族看上而大胆地玩车镇 而这些年轻人的秘密生活 到底实际状况是什么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现在好 请问一下 你下课之后会去哪里 车子吧 觉得车镇还不错 只是不要换太大理 车旅馆 因为那里还不错 设备都不错 可是不担心会被偷拍 下课之后会去哪里 王咖啡 应该在家里搭房间里 因为 房间比较熟悉 应该比较不会确诚 公园的草皮 为什么 因为可以享受大自然 那个芳草的倾向 让我充满了元气 小孩的秘密生活 爸妈知多少 今天就来大突击 的确 谁没有秘密呢 我想请教我们现场的 50位年长的观众的 你小时候 有没有做过一些秘密的事情 有没有 真的没有吗 真的吗 不要骗人 你做过什么秘密的事情 我曾经在读书的时候呢 就是 不上课 就敲一下 对 逃课 然后去打撞球啦 打麻将啊 这些 好 好 好 等一下 您跟我们要听到 年轻人跟你形容的 您的那个 还是太过于保守了 还是买 品学优良的学生 偶尔做一些活动 我想请教我们 现场的50位观众 请告诉我们 请跟我一起回答 您知道 您自己能完全掌握 你的子女在课后活动的 请作答 您认为自己能够 完全掌握清楚 子女课后活动的 不过还五分之一的观众 六号来宾 请 我想我们没有把握 可以百分之百地掌握 虽然我的管教是蛮严格的 可是我的小孩子 我还是尽量有松也有紧 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小孩子说跟我讲的事情 我也已经发现 只有差不多九成 八九成是真的 其他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我没有办法掌握 八九成已经算不错的了 是 因为我很严格 很严格 你严格到什么程度 我的严格是 在我告知你两三次之后 你还继续在犯 那我就会发脾气 那我就会对他做出 非常强烈的要求 你的小孩多大 我的小孩老大现在是大学毕业 刚毕业 然后老二现在是大一 他现在每天回家时间 你还管吗 大学生 我们原则上是看他这个 通常的这个基本回家时间 如果大概就在那个range之内的话 range是多少 他的回家时间到家 差不多六点半到七点 六点半就回到家 是 大学生 是 因为他大一嘛 我们还在摸索旗嘛 你们不用怀疑 坐点后面的十四号爸爸 你刚刚说自己有些秘密的事情 不过您的回答是 您是可以掌握的 是 因为我对小孩子 特别交代他 就是他下课如果不回家 他要告诉我他去哪里 他在什么地方 和什么人在一起 我们家三个小孩 有两个是女孩子 十一点以前一定要回到家 这是规定的 那如果没有回来 他就要告诉我 他为什么晚回家 是这样 您对你自己的女儿 的客户的行踪 掌握到百分之多少 不能说百分之百 我想这大概是不可能是 不过大概的百分之八九十 应该可以 好 您的女儿就坐在对面吧 爸爸说能够掌握到你百分之八九十 同意吗 同意啊 是八九十没有错 告诉我们那百分之十 他掌握不到你做什么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跟他说 我是跟朋友出去 其实呢 但是不见得 对 就是可能就是 其实是跟男朋友出去 但是我是跟他说 所以你还是有些秘密的事情 是爸妈不知道的 也是会有 为什么还是要一些秘密 就是不能让他知道 有些事情跟爸妈讲 还是讲不太出来 对 所以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秘密 还是秘密 好 所以如今爸妈觉得 这个秘密还能够接受 保护 我还要再重问下去吗 我想 我大概不太想听到 好 我就不要想听到 十二号的家长 你知不知道你的小孩 在课后做些什么事 我的小孩很正常 然后他做事也行为很正常 我觉得说 他不用跟我报告那么详细 那我就百分之百信任他 因为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们看看你正常的小孩吧 行事很正常 都很正常 做事也很正常 这是你刚刚形容他的嘛 对 所以他课后都去哪里 他下课 因为他现在大学了 他住校了 所以其实他想跟我讲话 他就告诉我 他不想跟我讲话 我也不用去追问他 可是基本上我是跟他讲 千万不可以什么安非他命 大麻 K他命那些绝对是不可以 他高中的时候 去过哪些活动场所 你也都能掌握吗 高中那就很困难了 因为他住校 不可能去什么场所 我认为他会去不正常的地方 可是如果他去的话 我也不会反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好奇心 他试试看一次两次的OK 你认为他有没有去过 我认为他不会去 好 好好的妈妈 其实 其实我要一个 你给面子哦 妈妈对你的形容 百分之百的正确 还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 像我出去玩其实都会跟他通报啦 只是有时候太常出去玩 我就会省略一下 像其实 我们还是比较关心你省略什么内容 其实 因为最近还蛮常跟朋友去夜店的 夜店 妈妈不知道 因为就觉得那边气氛还不错 就跳舞啊 喝喝酒啊 又不用钱 妈妈知不知道 一开始我会跟他讲 然后后来我还是会跟他讲 可是就是因为大学啊 他也不会每天打电话过来问 事隔很久才讲 他问才会讲 好 我想我不要再继续老婆母子的情感了 接下来我再请教11号的妈妈 你的小孩 你认为他都去哪个地方在课后 小孩子哦 你认为他都去哪个地方在课后 21 21岁 他在高中的时候 你知道他课后去哪里吗 不大清楚 不大清楚 因为我都蛮信任他 他跟你讲他都去哪里 他都有朋友家打电动 打电动还有呢 还有嘛 那高中的时候想不到他就出来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讲我儿子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讲我儿子 你先回笑 好 就是下课的时候 如果是正常能去的地方 就会告诉妈妈 什么叫做正常的呢 像是打电动啊 或者是就是去看书啊 那种就是会跟妈妈说 你有没有去过不该去的地方 有啊 就可能就是比如说 跟妈妈说我去补习了 然后就把那个钱拿去 大学生约会太疯狂 连阿丹也怕怕 你去哪些地方 我会跟朋友或女朋友 到处鬼混 哪些地方 女朋友的话就打人家不一样 哪些地方 对 对 对 我刚刚讲完我就笑一笑 还好我没吓到妈妈 你有没有去过不该去的地方 有啊 就可能就是比如说 跟妈妈说我去补习了 然后就把那个钱拿去打网咖 或者是说 然后就是准时说去补习 然后准时去打网咖 你觉得妈妈很好听 还是妈妈懒得去揭穿你 不是说做得很坏的事情 很严重的事 我是不会很在意 你就是稍微给他 不过我会跟踪他哦 你跟踪他 我会去跟踪他 他到底在做什么 交些哪些朋友 不过我不会跟他讲 你刚刚不开始说 你蛮信任他的吗 你一直在忙在谷底 他有一次我买东西的时候 结账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左边 然后妈妈在左边偷看我 就觉得也太可怕 我那边父母现在有去跟踪自己小孩的剧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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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跟踪 因为他可能有些事情 认为说不敢告诉我们 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做的是对 还是不对 所以我会去跟踪他 你跟踪的最后结果 是对他更放心还是更不放心 我发觉到更放心 好 万一你碰到结果不是这样子 你有没有想到当场你怎么办 我当场哦 跳出来跟他姐姐 帮他解决 那要请教我们市场的人 究竟我们鼓务鼓励父母亲 去做这种近乎征信社的这种 这种 我们当场善意的调查 是 我想爸爸妈妈们都非常非常的小心 在处理跟青春期的孩子之间的关系 因为青春期的年轻人 他们很希望自己能够独立 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 但是那个妈妈说的 如果当你知道真相 是你不能够接受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因为这时候你跳出来 会让孩子觉得说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 你竟然跟踪我 就是这时候你非常难处理 这个情况 特别是你要现场跳出来 我会认为说 可爱是 在父母亲的眼里 认为说小孩永远还是很小 还不是长大了 不知道他自己做的事情对不对 这一点可能是 所有青春期的同学 最讨厌的一点这样子 请一号同学 你将来也会做父亲 将来你的小孩子的行程 你会不会跟你妈妈一样去 适度地追踪跟观察 我觉得如果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立场 可是我觉得到时候 如果我自己生为爸爸的话 可能也会这样子进做 但是回去斟酌看看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发现小孩的状况 所以好 其实基本上这是一个可以采取的方法 我们先来问问我们的同学们 就是他们的行踪究竟爸妈们都知道 会了解到什么程度多少 我从13号同学 你的青春期开始一直到你的大学时代的生活 是 孟母亲都百分之百了解吗 百分之五十了 百分之五十了解得更少了 你去过最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最坏的地方 图书馆没去过 对 其他的应该都有去过 家里也不是很坏的地方啊 没有 就是 刚刚回答是你妈妈吧 对 是 是 方刚知道吗 他的行程只有百分之五十是告诉你是实话的 说来的话真的是要检讨一下 因为我是不会去做那个跟踪的那个行为 因为我觉得我的矫程没有他的快 所以我一定跟不上的 所以我是采取百分之百的信任啦 可是他刚刚就百分之五十 请问一下儿子啊 那是高 什么时候以后的 因为我小学的话 我认为是百分之百的的的的的 我们今天不希望我们节目录完影之后 你们每个妈妈带着破碎的心回去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告诉我们 在那个隐藏了百分之五十的秘密中 到底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快感 基于两点 一个是以后出去可能会比较方对 第二个是以后可能会让父母就放心这样 对 所以就是权宜之计 不必让他知道太多 对 基本上也是出自于消息 妈妈能接受这个离吗 好孝顺啊 好孝顺 我再问下面一位 二十五号同学 我虽然是女生 可是我都去网咖 网咖 对 然后因为我的男朋友呢 他很喜欢打线上游戏 所以我每个礼拜 几乎会去三天 有三天都会跟着他去网咖 去网咖的地方 你爸妈会不赞成吗 会啊 因为他是 他们是一个管很严的父母 所以他们一定会非常生气 不过我也很乖 因为我去网咖 都在做我的报告写论文 好可爱 所以在那个时间 他们认为你在写论文 对 因为我跟他们说我去读书 当然我也真的去读书 我也没有说骗他们或怎样之类的 因为你做的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还是欺骗他们 善意的谎言 六号 你呢 爸妈就是他们 他们几乎都不知道我放学会去哪里 因为我 你爸妈放弃你 没有 没这回事 因为 我觉得他们其实蛮信任我的 我就利用他们这一点 我就放学 我刚刚觉得你们好几个同学 都是说爸妈很信任我 你都是利用父母亲对你们的信任 对不对 这很不公平 没有说善意的谎言是必要的 因为有时候小孩总是要有点空间 因为爸爸妈妈会过度的关心 然后如果他们一发现 原来小孩做的有一点点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就会开始担心很多 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 先从他的例子开始 你去哪些地方 我会跟朋友或女朋友到处鬼混 哪些地方 女朋友的话就当然比较不一样 哪些地方 那种公园厕所或是MTV之类的 公园 公园什么 厕所呢 你要做什么 你长得一不一表人才的老实一样 没想到你真的 读书压力大 偶尔也要速解一下压力 来点试试 你这些行径什么时候开始的 高一 高一是开始的 可是 可是 虽然我会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本心不坏 我至少我这么认为 那个可能要让你父母亲来决定一下 基本上你就是不断的这个方式 来满足你自己的就是 他们觉得我很乖吧 然后我的脸看起来很善良 我想问一下阿丹 第一个你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吗 他刚讲的 我真的吓一跳了 还好我不是他爸妈 他看起来就一副乖乖的就是 舒呆子的样子 你自己年轻的时候 有像他这样子吗 长 你说做 我做事方法 就是客户的去处 去哪些地方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 龙蛇混杂的地方 比较 比较 袋子房啊 泡沫红茶啊 店 因为我交一些坏朋友 坏朋友 对对对 好 六号你去过这些地方吗 袋子 红茶 店 偶尔啦 你们两个先开始交换一下经验好了 当时是真的蛮坏的 当我现在长大以后 我什么咪都跟我爸讲了 对 当时例如说 飙车 打架 然后跟着一些帮派朋友 可能他们去帮忙去讨债 那可能我们在旁边撞声是 亦或是 就是黑到老大的功绩啊 需要很多我们这种 小朋友黑衣人啊 你都参加过 对 也去过 都去过 但是爸爸在这边 你为什么会不知道 我不是不知道 我是不想知道 因为 因为我觉得 小孩子我们要尊重他的 这个自由 假如说你都不能尊重他 你怎么能期望他尊重他自己 参加帮派是自由吗 是一种小孩应该过的生活吗 因为我之所以尊重他 就是他的生活 有他的选择 所以我跟他讲说 It's your life It's your choice 你自己选择 你要怎么做 我都不管 只要说你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这些事情之所以后来会知道 就是他后来 因为 阿湞也是蛮小气的 他 他这个每年父亲节 他就很圆滑地跟我讲说 爸 我没有钱买礼物送你 但是我可以给你礼物 就是说你可以知道我的秘密 他 他 他一年跟我讲一件 所以这么几年来我就知道他几件的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事情都还好 但是有些事情听起来就是心有余悸啊 会害怕 你现在听起来最害怕的是什么 最害怕的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帮派啊 拿刀 这个我想说 这个刀割下去 这是多痛的事情啊 但是他们拿了刀 就是跟人家去追杀的 领一点小零用钱 都很可怕 你出售的秘密现在都卖完了吗 对对对对 年轻人都讲了 我到现在年纪大了一点的秘密 其实我想讲给我爸听 可是我怕我爸不敢听 其实我应该这么讲 如果我自己也当父亲的话 我觉得我会一样用这种很开明 很美式的教育方式来当孩子的朋友 而不是去拘束或是严格的管教 我们就对双胞胎 你们年轻的时候 然后去的地方是哪些地方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去的 其实最坏的地方就是夜店或KTV 夜店KTV 可是我觉得那些地方 那是几岁去 十几岁 十六岁吧 十六岁就去了 对 可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说那些地方坏 也不一定是那些地方坏 因为那个 譬如说像夜店去跳舞 然后去玩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 只是因为有的父母 可能就会过多担心 觉得说那边可能会有很多的 不好的朋友 那你可能就容易 就是交到坏朋友之类的 你去这些地方 你们的父母知道吗 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你跟他们怎么讲 你总不可以穿着 学生服去夜店吧 就是带便服去学校啊 端正当晚是学生职业 就是全部要穿制服 不是啦 学生妹职业 而且没有研究那么透彻 对啊 就是你 譬如说有时候 可能就穿着制服去学校 可是书包里其实戴着便服 然后下了课之后 然后就是大家同学约一约 可不可以让我问一下 你们用的借口是什么 晚上没有回家 图书馆最常用 因为图书馆爸妈最放心 或者是去同学家做功课 也是写报告 刚刚那个 对 就写作业 对 然后可是回来的时候 你还真的要缴出来作业 给爸妈看才可以 好 问一下妈妈 当时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当初都很信任 所以我一直 刚刚我是按否定的 可是当时他们比较小的时候 我一直是觉得说他们很乖 我都可以掌握得到 可是现在因为电视看多了 新闻听多了 现在我都不敢确定说 我可以掌握他们 你当时为什么会信任他们 一半可能不敢知道 然后一半一直 告诉自己说应该不会 我妈是那种自欺欺元的妈妈 对 她有时候就会选择自己 就是不想要认真的去了解 然后可是当她有一些东西 想要了解的时候 她却会选择很高压的手段 可是这种小孩很可怜 对啊 我想请教我们的吴医师 我们看到了有不同的父母亲 有些子女是利用父母亲的心愿 有些父母亲基本上 利用自己的心愿来保护自己 不想知道真相 当然也看到了丹爸 他觉得应该给他一个私密的空间 究竟对于这些成长时间的 一些秘密生活 吴医师你的建议 父母亲应该什么态度来处理 其实父母亲如果说 可以让他比较大的空间 去探索他自己的生命 其实我相信 如果这个信任存在的话 那小孩子最后还是会走出 他自己的路 所以你觉得丹爸的做法 是你赞成的做法吗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 但是我接下来有两位同学 对他们去的地方 我要再听听你到时候 还赞不赞成 父母亲对他们的宽容 是21号跟2号的同学 你的客户去哪里 就是有时候一个礼拜 会跳一天去 小孩追求刺激生活 吓坏妈妈 其实为了贪图新鲜 其实也有做过车证 可是是正游软之后 那是很危险的动作 因为虽然是剩下你们两个人 而且是在最后面 可是还有司机伯伯耶 他还要开车呢 是什么 有两位同学 他们去的地方 我要再听听你到时候 还赞不赞成 父母亲对他们的宽容 是21号跟2号的同学 你的客户去哪里 就是有时候一个礼拜 会跳一天去摩特尔 去摩特尔 对 你是去打工啊 还是去打工啊 你是学习旅馆管理吗 还是什么 去整理 没有 就跟女友去 跟女友去 对 每个礼拜一天 几乎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一天 什么时候 你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差不多 十六十七岁 十六十七岁 好有钱 怎么那么有钱啊 好有钱哦 请问你问 我要问他不一样 我问他说 你从性生活就开始那么早了 对啊 还没有成年 而且好有钱哦 OK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两个问题 我问的是 站在我的年龄上 我是觉得你怎么找熟的这么早 他们问的是 你哪来的经济能力 两个问题同时回答了吧 可能就是 因为比较早出社会 然后后来也有存钱 然后只有钱 就会想要做怪 就会想要去花 然后那时候能花 可能就是去西门町 或是不然就是买东西 买衣服 所以也是跟父母亲讲 去图书馆 其实父母亲就大概都知道 因为我都会先带回家 就给妈妈爸爸妈妈看一下 然后爸妈妈知道 你十六七岁 就一个礼拜去宾馆一次 他就给我十个颜色就 十颜色叫你带去吗 没有 其实爸妈一开始 当然不知道 可是他看完这集就知道了 结果回去就完蛋了 好 二十一号同学 我的 我 我也是去 我 我也是去 汽车旅馆 你也是去汽车旅馆 对 像他们根本是情侣是不是 可是 没有没有 可是我已经年满十八岁才去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没有做到办法的事情吧 对啊 因为去汽车旅馆 不是说只单纯说 为了要做爱做的事啊 也有可能去那边享受啊 像我就去那边享受啊 做什么 我去那边做 那边现在的设备很好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去一到两次 你去做什么 去唱歌 游泳 做十八 可以去睡觉啊 我也有去那边看书啦 对啊 我都跟爸妈说我去看书 怎么可能 在骗呢 你把它当成一个休闲场所去 是啊 现在都是这样子啊 好 那你父母亲知道吗 有时候不知道 既然你认为这么正常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 你说我去那边去游泳啊 去做SPA啊 怎么讲 那家长都会认为说 汽车旅馆真的是不干净的地方 觉得它很脏什么 那你到现在还瞒着你的父母亲吗 对啊 太常去不好 他会认为我花钱 如果你告诉他 他们会怎么反应你觉得 会吓到 会吓到 可是我会觉得 可以尝试一下 就带爸爸妈妈一起去啊 嗯哼 去那边可以真的很享受 在家比家里还要舒服 嗯哼 对啊 床又大 你呢 二号 我也是觉得 应该带爸爸妈妈一起去 四个人一起去这样子 所以你们两个回去之后 会跟爸妈再沟通一次吗 对啊 可以 可以大家一起去啊 真的 我直接来问一下我们的现场 这些父母亲 六号爸爸 你如果说像这样子 二号的是您的公子的话 你会怎么处理他的这个情况 我想我在这上面 我先表达我个人 其实我的小孩子 他们去摩特尔 是我们两夫妻带着他们去 嗯 因为我是带他们去认识这个场所 其实里面的设备 诚如那位同学说的 的确设备是不错 连我女儿 他们这个学校 这一太在大学的时候 他们要在那边办个party 就是同学的聚会 我太太还帮他们去安排Motel 那我们的想法是说 因为我们如果有些东西 你不让他去了解 反而把它弄得很神秘 我相信小孩子绝对 更有那种刺激感 更有那种好奇心 更想去试试看 你的例子就是说 你知道他要去那边办活动 而且你感受到年轻人 有可能会去那种地方 不是 我们是从家庭旅游 就开始去带去Motel 结果他们发觉了以后 他们自己要找一个地方 要去办活动 结果我太太建议她 干嘛去那办活动 到Motel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就在那办就好了 但是我认为危险的地方是 不要男女生单独地在那边这样相处 因为坦白讲 其实危险的地方不是只有Motel 然后我们这两位同学 他们也许采取处理的方式 就是回去 也许也许啦 回去跟他的父母亲沟通 你建议他们怎么去跟他们的父母亲 我们再接下来谈这个问题 坦白吗 还是怎么样 我认为是应该事情发生前就该该说了 如果现在已经发生了 坦白讲说了也没用 还是继续隐瞒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如果我做了这种坏事 我也不敢讲 大哥 我觉得这个父母超好的 他们的方法让我觉得很认同 因为其实有的父母 可能会过度关心的时候 其实很觉得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小孩子可能也会 因为父母怕会担心 然后而说谎 比如说像以前啊 因为我是读女校 那因为女校都是女生 可是像有的时候 老师也会关心过度 就会说尽量不要跟外校的男孩子说话 或不要一起放学 那其实我觉得社会上 本来就会有两性存在 那你如果在某一个时期 规定女生不可以学习 怎么跟男生相处 那之后可能会有障碍 或者是女生可能会觉得说 反而这样子更好奇 更要偷偷摸摸地去跟男生交往认识 或是当朋友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父母采取一些比较开明 或者是 去面对总比一直管着 然后让他们自己偷偷来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服务 也要比较好 21号你觉得 你战略你早一点跟父母亲讲 爸爸说得很棒 其实像我们现在啊 KTV跟汽车旅馆 其实是差不多的 是等于 画上等号 因为我们反而说 去KTV花了这么多钱 我宁愿把这个钱拿去Motel 因为Motel可能玩的东西更不一样 更多 我知道一个癥结点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 年轻朋友的秘密的去处 或课以后的去处 其实谈论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派这边 很多的家长跟我一样 没去过那种地方 所以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是代表着某种秘密 秘密可能代表某种的罪恶 某种不良场所 我就调查一下举手就好 去过Motel的举手 你去 汽车宾馆去过没有 汽车宾馆去过没有 很少有的 觉得汽车宾馆是一个年轻人可以常去的地方举手 为什么自己可以去小孩却不能去 这个定义有问题 因为坦白讲 如果是三个人去 我就不相信能怎么样 汽车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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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宾 汽车宾 三个人谁会去 他很重要的是 他其实是家庭一起去体验这件事情 所以他知道 OK 那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活动 那个场所就因着是家庭活动就变得很健康 可是他认为说 他们认为在青春期的时候 你带着女朋友或男朋友去那个地方 他觉得一定就是要发生性行为 我不相信你去的那个地方 16号 2号同学 你去的那个地方说 我们纯粹来体验 看看他的设备好不好 我帮他打分数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去我就是要那个东西 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 两个高中生跟爸爸妈妈说 他要去同学家做功课 我们刚好多同学都用这个理由 结果到12点钟 警察打电话给他们 两个孩子已经撞死了 就去飙车啊 飙车也是常玩的啊 对不对 骑着摩托车两个好好玩啊 就去飙车 然后呢 那好可怕 那路上的血很好长一条 爸爸妈妈最害怕的 就是发生像这样的状况 他们也愿意给你们自由 也愿意说尊重你们 可是如果有一天发生这个事情 没有人可以挽回的回来 那怎么办 好 我们再看几位同学 他们的行为 也许不是去处的问题 而是他们的行为本身的一些 令人很难思考的 六号同学 对不对 又是你 你有照片要告诉我们吗 对 有照片 我看一下你的照片 所以你的照片在做什么 哦 露屁股 我们在现在播出 是已经马赛克了 你拍的时候在想什么 我拍的时候 因为 哇 好帅哦 那是我们出去玩 我知道你出去玩 对 然后 当下觉得说 出来玩一定要做一些 这一生这种难忘的事情 现在不做 以后一定会后悔 所以要做一些 让自己觉得真的很high 然后很不一样 因为很 就很奇怪的事情 这样我们会感到满足 就留一些青春的记忆 对对对 就这个写嘛 旁边都没有人吗 这一张是去台东 那时候日本的游客刚走 刚走掉 我们就赶快拍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到 反正我们就做就对了 就不会理旁边的人 怎么看我们 你将来再老一点 你觉得这些照片 看起来不会让你觉得有些尴尬 我会很开心 我会留着我孙子看 就会对自己有这么自豪吗 好 好 我们现在看起来十五号的朋友 你的行为是什么 怎么样 告诉我们 其实我也有去上汽车旅馆 可是因为学生时候的时候 钱不可能太多 不可能常常去 像我大学的时候 我比较汗颜 我不是十六岁 我二十岁才发生第一次 对 那如果到更夸张 因为已经月底了 已经完全 几乎没有钱了 那就只好带他去那种风景区啊 或者是可能提防散步 对 这么随便 那有时候会天时地义人和 就月黑风高 旁边没什么人 可是 我知道你 可是又 又情欲到的时候 难免就会有一些比较 你的生活中有很多的需求 我们都非常了解 但是我想请问 你告诉爸妈了吗 没有 我不敢 你不敢还是不想 告诉他们 之后还是有被发现 他们怎么回应 就打哈哈带过 因为他也不能怎么样 因为已经成年了 我现在倒觉得各位同学 现在跟 这个 以前我觉得 以前好像我们谈到的不良场所 都是一些 蛋脂肪或什么东西 现在 年轻人去汽车宾馆 是为什么 在年轻人中间 如此引起 这么大的大家的兴趣 你要我回答 你来告诉我们吧 因为我们的立委都去了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 我想 傅武卿 对汽车宾馆 还是不认为 年轻人是一个该去的地方 刚刚 那是十五号的同学 他说他妈妈发现了以后 也不能怎么样 这是我觉得 一个重点 就是说 父母亲的 对孩子的管制 其实只能越来越少 特别是从青春期以后 因为已经没有效 我要说 其实最有效的是 在之前 也就是在他青春期 开始之前的管教 才会有效 这个时候 你在做任何的道德 跟伦理的约束 对他们 他们都知道正确答案 可是做不做 在他们的选择 就是说你之前能够 是不是给他们这样子充分的自由 能够让他们做选择 特别在他们小的时候 你跟他们的关系好不好 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他们的 跟他们说 我要管管你 不必了 你也管不了了 对 十五号你有什么话 告诉我 我想说就是因为汽车旅馆 就是因为消费真的还蛮高的 然后学生 而且学生第一次去 其实都会有借地在 就是也会觉得 去汽车旅馆会感觉怕怕的 然后因为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会 在学生时期 就会跑去另外一个地方 比较舒适也有床的地方 然后不像是汽车旅馆 这么的明目张胆 就是我们就会跑去MTV 然后还可以顺便看电影 然后又是一个私人的空间 就感觉很怕 你说顺便看电影的意思是 你本来主要是要做什么 是本来就要看电影 只是顺便 超有阴谋的 不是主要看电影的吗 但刚刚跟我相待久 雪涛好 你还有什么故事 还没跟我讲完吗 有就是以前 就是为了贪图新鲜 就是也有做过车证 可是是 正这么大 跟我哪里都不在 对就是 因为以前搭那个学生专车 然后就是 对 校车 然后女朋友是自己的学妹 然后就是有时候 难免嘛 就是 要残忍啊 对 争取一点时间 然后又不想说 缴转车费 就只是搭车而已 然后就是 会抱啊 亲啊 然后想 好像还蛮不错 因为我们是很后面下车的 对 对 然后就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这样 对 跟妈妈说啊 妈妈可以给你零用钱 这又是绍兴啊 真的 对 所以也是因为基于我 你也有 对 经济能力不好 可是我没有去游览的上面 我就 我觉得 也蛮不错的 依依佩佩喝酒未归 妈妈大发火啦 小时候这果汁怎么那么好喝啊 就一直别一直别 过不久就不醒人世了 后来我就发现原来那个是酒 你再听到我还想找一家呢 对 就也是因为基于我 你也有 对 经济能力不好 可是我没有去游览的上面 我就 我觉得公园厕所是也蛮不错的 因为 它灯光有 免费啊 然后又蛮凉快的 我诚恳地提醒你们两位 注意一下卫生好不好 对 卫生是OK的 不是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当然会做一些疯狂的举动 但是 你稍微注意一下隐秘 卫生跟安全 对你自己比较好一点 对别人也比较好一点 我们要回答问题还是就是 究竟客后的活动 父母亲怎么建立一个信任感 请问你们客后 有去图书馆能不能举个手 这年头还有人去图书馆吗 还不错吧 真的 基本上 至于我们对年轻人 除了莫特亚之外 还是会去图书馆的 是去念书吧 短哥 那个图书馆也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 要不然怎么会有那种图书馆四角兽出现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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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存善念 心存善念问题 我想现在我请教几位家长 就是究竟我们刚刚听到我们专家讲的说 这种信任这种关系是要在及早来建立的 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你再去怀疑 再去追查你已经抓不到了 我想妈妈有什么意见告诉你 怎么去及早跟小孩子建立信任关系 让他把命令会告诉你 主动地告诉你 我以前是失败的 所以我现在看多了 觉得说的确是应该是要用沟通的方式 时光在倒流你会用什么方式现在做 我会尽量朋友的方式 朋友 对 然后互相分享秘密这样子 然后用机会教育的方式 好 你是不是还有秘密 现在还来得及分享 现在还有秘密吗 就有一次 有一次依依啊 她 还有秘密 她有一次 因为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 都会参加热舞社嘛 可是参加热舞社喜欢跳舞 如果没去过夜店就太逊了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成年 那热舞社都会有一些那个 外面来的老师这样 舞团 街舞团的老师 对 然后他们就说 那没关系 就帮我们带你们去 就一定要去那边朝圣一下 看看那里放的最流行的音乐是什么 最流行的舞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 然后就 哇 好嗨哦 然后玩一玩 就喝到了 就很好喝的果汁 结果一直想说这果汁怎么那么好喝 就一直点 一直点 荔枝口味的 然后一直喝 一直喝 一直喝 过不久 就不省人事了 后来我就发现原来那个是酒 而且那时候因为只有 就是只有我们去而已 那也不敢跟父母讲 所以他就偷偷送我到同学家去睡觉 然后睡一睡 睡到隔天醒来的时候 我们两个才发现 事情大挑了 因为一整夜没回家的女生 父母是很难接受的 尤其像我妈妈就是高压管制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完全不敢讲 我们只能说我们那时候就是 因为已经没有捷运 或是没有车子可以回家 我们就慢慢用走的一路走回家 你就是祷告妈妈那天晚上也喝醉了 对 你就是祷告妈妈一个月不跟我们讲话 对 妈妈一个月都不跟我们讲话 以后我们就是更不敢跟她讲秘密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依依那天喝到的不是 如果只有依依一个人去 而且喝到FM2 对 很危险 这就是我说的背后的危险的东西 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是对的吗 你回来没有问她们 是开始用冷战的方式 对 我就非常生气 现在听到我还想找衣架呢 对 我小时候都会被妈妈用衣架打 而且是故意打在就是 上学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手和脚的地方 后来你打了她们吗 没有吧 那时候没有打 因为已经气到 你后来为什么没有去想去问清楚她们做哪里 你后来没有采取一些沟通的方式吗 我觉得说我讲了那么多 而且我一直认为说她们是很乖的 然后竟然可以没有回家 然后回来她们应该是两个口径一致嘛 那我就觉得一定不会讲实话 我就觉得说我不想听 我问了也不会问出真相 所以我就非常生气 然后不会处理 当初也是真的不会处理 就只好用冷战不理你 不想再跟你讲话这样子 对 对 就那一个月好快乐 妈妈都没有帮我了 对 没想到我们那天超贴责的一个月 废话爸爸 你会怎么处理 其实像她们刚刚那个情形 我女孩发生过 她去参加一个派对 就喝了那个Corona的那个 是啤酒还是什么 喝了也醉了 可是她醉了以后她打电话跟我说 那我在讲这件事情是我接受她这样子 就像刚刚你们讲的情形 我太太跟你妈妈的反应是绝对一样的 翻脸了 可是她翻脸了之后 下一个动作是 您不要讲了 去跟你爸爸说 她想说我很严格 我绝对会痛骂她 要不然就痛扁她们 结果很奇怪的是 到我那边我说你坐下 我跟你慢慢谈 谈到最后的时候 她们自己知道她们错了 我可以很保证的一件事情 我也在这边跟我女儿讲 你们最后绝对没有再犯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超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做里长不简单 父母亲有时候要想想 这边有位里长博 她的同理心可以做一个参考 其实我觉得 一般父母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地方 可是我们觉得说 我们只是考完试啊 去那边摇摆啊 去那边运动 就只是说 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那个地方并不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社会上很多爸妈 他都会用他那个年代的东西 来看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东西 可是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已经不一样了 她的回答就是 你老了 其实我们有些东西我们自己都知道 只是说 有些比如说爸妈会说 你去那种地方 然后就是都不会跟我们说 其实我们有曾经尝试跟你们说 可是一告诉你们 然后你们就暴走 然后一告诉你们 可能就失控 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子 真的 对 然后就失控 然后 如果他们这次失控 那我们下次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还会再告诉我们的父母吗 所以彼此都要设身处地 替对方想一想 你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父母亲还是有父母亲的原则 我现在还喊十二号了 妈妈 你觉得你跟你小孩的时光倒流 你会用什么方式 跟他做 我告诉他这个事情 譬如说他去夜店 那我会说好 可是你最好去一次就好了 就他刚说他去了好几次 那我是觉得 很多深色场所 不要常常涉足 为什么 因为你会迷失在那里 你刚开始觉得没什么 到时候人家就一点一点的 你就步入人家的陷阱 就像那个老师讲的 因为有很多的危机 潜在危机 那我们有时候从报纸上看到 我就马上告诉他们说 这样不能 你认为的深色场所哪一些 花钱的地方 就是 然后 他国父这样讲 只有可以回家而已 你除了家不用花钱 哪里都要花钱 十二号 你呢 我不很高兴看到他 像我有时候 他跟我说 这个礼拜要齐总考不回来 那下个礼拜 我要去爬山不回来 下一个礼拜 我高峰谈跳不来 如果今天结论 课后活动就是回家 我们节目也可以早点结束 这个谁 他们不能接受的答案 十二号 你觉得 你有什么话跟妈妈讲的 其实我还蛮感受我爸妈的 因为他们都还蛮 蛮放任我的 像其实我出去玩 只要跟他们讲一声 他们几乎都会让我去 我觉得我空间还蛮多 所以我还蛮感谢他们的 好 会不会空间太大了一点 我觉得不会啊 这样很好啊 可是你不要太超过 对不对 一次两次就很不容易 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 可以教导我一下 我们一些安全措施啊 对啊 做好安全措施 保护措施 就不会比较 如果做得好的话 就不会啦 其实我觉得 有些男生 老公就好了 我的同学 他有一次为了他 让他老婆怀孕 他老婆不肯怀孕 他故意把那个保护套 戳一个洞 所以他就怀孕了 他就只好看孩子啊 那你要怎么办 那就是儿子的问题了 真的 就男生的问题 我们女生的话 就会多保护自己 爸妈有爸妈的考虑 他无非的提醒就是 太多事情都有可能性 那我希望说 下次我们有什么活动啊 爸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你愿意去吗 如果家的儿子邀请你去 去到夜店 那我要看什么地方 比如说在什么村啊 那种地方 我也不喜欢 那么热闹 那么吵杂 没关系 爸妈可以穿比基尼 跟我们一起去 你有没有邀请过 你妈妈爸爸 跟你一起去你同学的地方 比较少 可是之前我 有过吗 有问过我爸一次 说要不要一起去 去哪里 去夜店之类的 我说你们公司办尾牙 可以下次我们夜店 包一个包箱一起去完 结果爸爸怎么回答 爸爸有点害羞 可是他同学说 好 你知道带你爸去一次 我们就全部不能跟去 你是真有诚意邀请他去吗 有啊 好 那下次要不要考虑去一下 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玩在一起 那如果说 像我们年纪要是比较相近 这种同伴邀请我 我可能会去 比较有话谈嘛 可以说 可是如果是你们年纪相近的 可能是比较适合去土峰舞那一块 对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也曾经年轻过 你为什么会的舞 都还会 实际上妈妈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觉得跟小孩的沟通 你的经验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时光不用倒流 因为从小到大 我一直都是采取很信任 但是可能是信任过头 唯一让做过头的是 刚刚我儿子在讲说 他是在校车上面做那一档事 那这是很危险的动作 因为虽然是剩下你们两个人 而且是在最后面 可是还有司机伯伯耶 他还要开车 没有 我刚才很瘦啊 穿着 没有 行 要出车牌了 有问题可以告诉妈妈 妈妈是一个很开明的 不需要做这种动作 14号 您觉得爸爸对你建立信任 你有什么令你最感受深刻 你相信事情可以跟爸爸讲 可是 我觉得我爸很不信任 我一件事就是 汉文有规定就是门禁 就是他觉得说 十点一到十一点一到 电话就打来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可能有时候跟朋友吃饭 就是聊天很开心 正嗨的时候 然后电话就打来就说 你在哪里怎么 趕快不赶快回家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我们玩得正开心 为什么一定要催我回家 那就是门禁时间 我觉得他很不信任 就导致说 可能连跨年这种时间 我都不能出去 你觉得父母亲到底应该管你 到什么程度 你能接受 时间也不能管你 什么都不能管吗 那父母亲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 我的儿子 大概也是晚上两三点回来 这都没有问题 因为他是女儿 为什么哥哥就可以 我们就不行 因为我想在场的家长 都应该了解 对女孩子 通常都会比较管得远一点 因为女孩子很容易吃饭 我想就请教在场家长 一个问题 请您跟我一起来作答 这个你思考一下问题 请问您认为 严格的管教 就会让你的小孩 循规道矩吗 您认为 就是要严格的管教 听完今天我们讨论之后 您认为是的 请做到 还是有15位的在学生眼中 一直叫做死硬派的 我想问一下 16号的教授 我的两个小孩 刚好是截然不同的情形 我的老大是从高中的时候 就沉迷在网咖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采取非常严厉的手段 我太太甚至把她关在门外 就不让她回家 那像刚才说的跟踪到网咖店 然后也曾经把她送到过派出所 后来我们就想想说 好像一直没有看到效果 所以我们就改取另外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就开始买电脑 装设网路 然后就帮她买这个线上软体 可是我后来想想 好像这样也很难沟通 就是为什么要 她这么沉迷在网咖 所以后来我就去学电脑 这个你就沉迷了 没有没有 我没有沉迷 但是我可以比较能够有同理心去认同她 两位专家最后告诉我们一下 究竟家长在 既然子女有这么多的秘密去处 我们是最近什么样的方式 能让她们跟我们有更好的信任 愿意告诉我们 我觉得就是说 有些时候 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也完全地相信我们的父母亲 就是说 有没有她曾经做错事情 我说做错事情 非常明显地做错事情 她自己也知道错了 而我们的父母亲 我已经采取的是另外一种包容的态度 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话 孩子就愿意把她的心掏出来跟你 沟通 可是我发现我们华人 很容易就是说 只要一发现孩子错了 我们就非常严厉地谴责她 被我抓到了 非常严厉地谴责 所以孩子到最后就有一个心态 就是说我只要做了 我觉得你可能会不允许的事情 我就不让你知道 以便保有我完全的自由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当一个好的advisor 就是我们当一个好的建议者 就是说这件事情 爸爸妈妈觉得可能怎么做 或者是怎么样不危险 爸爸妈妈可以提供你这样的意见 但是你已经成年了 你已经是大人了 你自己选择 选择才有真正的自由 可是选择了以后 为这个自由 为这样子的选择 你要自己负责任 我觉得要教导他们这件事情 大家青春时候都做过疯狂的事 对不对 没有没有做过 所以我想最后 您要怎么样来处理 您跟你的子女的关系 怎么样去建立一个互相的信任 你应该多思考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您 谁没有年轻过 谁没有年轻的一些秘密呢 思考一下 您的秘密在哪里 下回